K-Box 风韵榜华语新歌周榜 后来我真的是追剧追到眼睛快要脱窗 完全停不下来了 好想要跟魏英洛一起修理这些宫廷里的卑鄙小人 超痛快的啦 本周风韵榜华语新歌周榜 第十名是魏琪琪 为戏剧《流星花园》演唱的片尾曲《爱存在》 听说西迷把道明寺和《山菜情侣党》 昵称为菜市场耶 不愧是全球最节约最阶地气版的《流星花园》 本周第九名是方大同与师妹王诗安演唱的新歌《宋海》 不管是MV或歌曲都让人充分感受到清凉的海水 与夏日海边的气息哦 我也好想要去海边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息哦 接下来本周第八名 吴亦凡的新歌《Hold Me Down》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 Sk-Sk-Sk- 本周第七名是新金榜的歌曲 那就是陈世安的新歌《坏掉的大人》 听一下听一下 哇有一点点点的哦 他的歌词啊是在讲现代人对于人生成长的体悟 后来我看了一下MV陈世安也豁出去了 演自己坏掉的样子 还跟女主角有大胆床戏 后来我来看一下哦 啊没问题没问题 是喇哨嫌疑健康的床戏 爸爸妈妈可以安心的给家里的小朋友看哦 陈世安啊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31号 就要发行新专辑《坏掉的我们》 这么好听大家一定要来支持一下 接下来本周第六名是 Hoya我上个礼拜预言过一定会金榜的歌曲 那就是九一一的新歌《恐怖情人》啦 虽然MV里面小情侣的互动让Hoya我看得啪啪的 但写这首歌的灵感听说很有意义哦 Hoya我上个礼拜刚好遇到九一一 这首歌是一首另类的情歌 它讲述现在的悲剧爱情 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情杀案件 然后我们只是把这些的事件呢 我们把它做成一首歌 然后让大家去挺替 挺替然后去听一下真正血淋淋的发生的事情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形容 然后这首歌的曲功呢 是比较偏摇滚的类型 所以它搭配这样的比较另类的歌词 然后跟轻松的旋律 所以其实算是蛮有反差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 马上来到风云版华语新歌周版前五名啦 是陈子彤在中国新说唱中演出的自创曲 Hustle 本周第四名 只要你有玩抖音就一定有听过 那就是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 其实这首歌曲啊 原唱是周比唱 Hoya我两个版本都很喜欢 不过创作这首南征北战的歌曲啊 唱起来其实有一种铁汉柔情的味道 难怪啊 会在网路上掀起模仿的热潮 很多人呢都来翻唱这首歌曲哦 哇Hoya也要赶快来练歌 下次呢唱给大家听 本周第三名是李久泽为电视剧《人际关系事务所》演唱的片尾曲《分身有数》 本周第二名是五月天阿信为好友黄渤指导的电影《一出好戏》所演唱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这也太工整了吧 他特地啊挑选了三张一组的照片 不但啊主题类似 就连色系都坚持要一样 还被粉丝们发现中间的海平面不整齐 阿信还偷偷的删掉重发呢 不愧是五月天的主唱大人 任何小事呢都非常细腻周到 太细心了 终于要介绍本周华语新歌周榜冠军 大家有猜到了吗 那就是邓子奇的歌曲 倒数 哇邓子奇已经蝉联两周冠军了 各位粉丝们实在是太威了 出道十周年的邓子奇 接下来即将要发行最新的EP 哦呀我太期待了 百变的邓子奇 接下来会挑战什么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呢 就让我们继续倒数继续期待 我们下周再见咯